然后关于这个模型有了之后 我们要说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是来帮助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P值 还有Q值是比较合适的 咱们要说的第一个东西是一个自相关系数 自相关系数是什么意思 相关系数大家知道吧 相关系数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两个变量 我们可以在这里画两个变量 如果说这两个变量就是变化程度是一样的 那我说它相关系数正一吧 然后如果说它变化程度是这个样子 你大我小你小我大 那它就是一个负义吧 这块可能画的不太好 我来看一下 这块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它就是我重新画一个 这我们来看就是一样的 这是正一相关系数 它俩的一个变化范围 比如说Y和X 那它俩的相关系数正一吧 因为Y进行增大 YX也进行增大 Y减小X也进行增小 所以说它相关系数是正一的 那这回呢 如果说这个Y它是这个样子 YX呢它是这个样子 正要相反吧 正要相反什么 它是负一吧 就是说它是一个负相关的 那你相关系数等于零是什么意思呢 它俩之间就没有相关性了吧 所以说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相关性的一个取值 是从负一到一的 负一呢 表示着一个负相关 正一呢 表示着一个正相关 零啊 表示着它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啊 咱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指标来进行衡量 那一个自相关函数是什么意思啊 ACF啊 就是我们翻译过来 就是一个自相关函数 自相关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啊 我描述的是随机变量 跟它自身的一个比较了 刚才我描述什么 刚才我描述的是一个Y和一个X吧 Y和X相当于 哎 你好像有两个变量 你能描述的这个东西 那你一个变量 你怎么描述啊 当我们在用一个变量精 描述的时候啊 我们就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就是接数嘛 比如说你现在啊 我的一个YT 我是一个时间序列 那我的一个YT-1 不解释上一个序列吗 我就可以算一下YT和YT-1 它之间关系 还有YT和YT-2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些是我们都可以去算的吧 所以说呢 就是说这个自相关函数啊 反映了就是说 我的同一个时间序列啊 就是同一批数据啊 这个这个时间序列上的一个数据 在不同的一个时序上的一个相关性 什么叫做一个时序性呢 我们来看这个横轴啊 横轴取什么啊 这样0到20 分别什么意思呢 0到20啊 我们就可以想象成是20接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1接 这是一个2接 这是一个3接 这是一个4接 表示着我们之后多少个点吧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自相关函数啊 根据我的一个接数来判断一下 我同一个序列啊 在不同的接数的时候 它的一个相关性是长什么样子的 公式呢 直接给大家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系数啊 跟自己跟自身啊 做这样一个差异性的一个对比 那我们的一个自相关系数啊 ACF 它的一个曲直范围是从负一到正一的一个区间上 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啊 在这里就是 我们有缩的值 它的曲直范围都是从负一到正一的 然后这块啊 我还画了一个虚线 嗯 虚线是什么意思啊 虚线表示着我的一个置信区间 嗯 咱们通常情况下 就是置信区间啊 都去95%吧 大家应该就是上高速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吧 就是有个置信区间 然后看最多就是95%之间区间 什么意思呢 这个东西给大家直白点说吧 比如说你现在数据当中啊 有100个点 那其中95点都是符合当前的这个逻辑的 或者说都符合当前这种趋势 那我就说当前啊 这个置信区间 它们是落在了95%的一个置信区间上啊 就是大致是这个意思 比起来比较容易 然后这里呢 我们来这个区间啊 就是我们画的这样一个置信区间 然后横轴呢 是我的一个接数 纵轴呢 是我的一个ACF值 通过我的一个ACF值啊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啊 当前的一个就是时间序列啊 跟我不同的接数 它的一个字相关性是长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ACF图啊 怎么画呢 一会儿我们会用个工具啊 等大家给一会儿给大家说工具的时候 再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那个库啊 该怎么去用 大家现在只需要知道 我们有一个字相关函数 是用来描述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序列 我们来看这是接数吧 在不同时间序列上 它的一个跟当前值的一个 就是相关性是什么样 我们看取的是YT吧 YT和什么 YT和YT-K吧 就是你取不同的K值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吧 K就是取一个接数嘛 然后看一下当前值和 就是不同时序的时候 它的一个相关性啊 是长什么样子的 取值范围呢 是在这样一个-1啊 到正1的一个区间上的 然后说完了这个字相关函数之后啊 还有个东西叫做一个偏字相关函数 就是有个P 哎呀 这个东西反正说起来挺麻烦 然后我这里呢 就给大家比较通俗的去说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偏字相关函数吧 一会儿呢 我们是直接用那个库啊 可以帮助我们直接求出来这个PACF 之前咱们看的那个叫ACF 现在呢 我们看的东西啊 叫做PACF 相当于啊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啊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偏 那什么叫做一个偏呢 嗯 咱们来想就是说 之前对于一个平稳的一个AR模型 然后选了一个P接 我算出来了以后 之后的一个K的一个相关系数啊 PK的一个值 那我算的是什么和什么之间的关系啊 我算的 大家可能理想认为就是 我当前值和T减K值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那其实啊 并不是这样 我们想就是当前的这个 当前这个值 跟你这个前K节的一个值来说 它俩肯定有关系 那你这个K值当中啊 比如说T取这个10 然后K取5 那这个当中啊 是不是还有其他节啊 那你跟其他的节的时候 有没有关系呢 比如说 我现在来看其他的XT-1 XT-2 一直到XT-K加1 它对我当前的一个值 有没有影响呢 都是有影响的吧 所以说啊 就是我当前的一个XT的一个值 我还会受到中间很多个随机变量的影响 那这些随机变量呢 又都和我当前的一个XT-K具有一个关系 所以说啊 我现在求的这个PK啊 就是嗯 它里边掺杂了我其他的一个变量 对于我这两个值之间的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 当咱们在用ACF啊 算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并不是一个XT到XT-K 它们俩之间的一个单纯的相关关系 还要把其他的变量给它考虑进来了 这是我的一个ACF 那我的一个PACF什么意思啊 它偏在哪里了 它就偏在这点了 就是说 它剔除了啊 这个XT-1 XT-2 一直到XT-K加1的一个干扰后 又直接的算了一下XT-K 对我当前的一个SK的一个影响的相关程度 那其实啊 简单点说 就是说 ACF它是包含了其他变量影响 而我的一个偏的就是一个PACF 它包含的就是只有这两个变量之间的一个相关性了 相当于啊 就是PACF啊 它做的更绝一些啊 把我中间的都剔除掉了 只是计算啊 你要算哪个结束就给你去算哪个结束 而我的ACF呢 会把中间所有的值啊 都考虑进来 那这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啊 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ACF 一个叫做一个PACF 那咱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咱们该怎么样去画这两个图呢 首先啊 就是当我们想去做这个Round模型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额外的再装一个酷 给大家来看一下 叫做一个StateModels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啊 在装的时候啊 也不麻烦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一个Enconda 把我的一个ProMate打开 在这个ProMate里边啊 我这个有点慢啊 开动有点多现在 然后呢 一会儿我们直接啊 打这样一个命令 就是一个PAPInstall 我们来打一下 就是PAPInstall 然后我把它的一个啊 StateModels啊 直接把它打进来 然后打这样一个回车就可以了 这样的情况下 它会帮咱们先进一个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就去进行这样一个安装 安装完之后啊 它就告诉我了啊 当前的Requirement啊 已经是满足了 那这种情况啊 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怎么办呢 就是这点啊 就是我总说啊 咱们可以用一个 就是我记得到过 最常见的错误什么 Redout吧 比如说你之前啊 下什么库 大家不知道见不见过一个Redout 就是说这些库啊 你在下的时候 下着下着就网络中断了 这个东西很烦人 经常下到个百分之七八十啊 下这个库的时候 然后它就中断了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啊 自己的去下一个这样的一个库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 这有个界面啊 这个界面底边 它其实是包含了很多啊 在咱们Windows下 能装的一些Python库 如果说你直接用PyP啊 装就是不限于啊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StateModels 就是之前装任何库 只要你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一种安装方式 在我们这里啊 这个东西 这个啊 我就直接给大家 还是复制过来吧 就是复制到我的一个 在这里吧 复制上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链接 然后在这个链接上 我们就可以自定义的 不是自定义 就是自己的去下这个库 我们来搜一下 就是Ctrl F 然后搜到这个东西 搜到这个东西之后啊 现在我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说之后啊 我们到当前的一个这个目录下 然后这里呢 我们首先啊 看到它的一个当前版本是0.80 然后后面有CP35 还有CP27 CP34 CP36 它表示的就是啊 你当前的一个Python是什么版本 不同的一个Python版本啊 它下的这个库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根据你是2.7 你就下2.7的 3.5 下3.5的 3.6下3.6的 然后点击啊 直接下就行了 然后32下32 64下64的 这里啊 我们下完之后 然后它是一个.whl文件 .whl文件啊 我们可以啊 给它来CD看一下 哦 放在这 在这了 就是 我们来看这里 就是有一个.wh 啊 就这个东西 我之前也是自己这么下的 这就是一个.whl文件吧 然后呢 你进到啊 就是当前的一个 你的.whl文件 你下哪了 你就是进到那个目录下 进到那个目录下之后呢 我就打这样一个 PIP 也是Install啊 只不过说 你现在要Install的 就是这个.whl文件 直接啊 打这样一个命令 它就会把我们下载好 那个裤啊 又给它装起来 我是觉得啊 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是比较简单的 尤其是在下裤的时候啊 可能有些同学啊 就是在装 或者是配置咱们环境的时候啊 经常出现一些问题 出现问题啊 就是很头疼 又头疼 又耽误时间 咱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去进行一个安装的 然后这样呢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 StateModels啊 装起来了 一会儿我们就要用 这个库当中的一些函数 Pandas啊 和Numpay都是比较常见的 还有Sebron 咱们画图的 Metplot 这也不说了 然后下面就是测试 我的一些 就是Pandas的一些属性 进行一个展示的时候 这也不说了 谢谢观看